今天的活动开创了先例 充分彰显苏政府对华人族群的重视 和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 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苏联纳华人华侨纷纷捐款捐物 多数向苏政府医疗机构 捐赠呼吸机、检测试剂、口罩等抗疫物资 疫苗的疫苗很少 中国国家会很快地反映 对中国国家的国家和其他国家 为苏抗疫疫情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苏抗疫合作 积极提供物资源 毫无保留地分享抗疫经验 中国无偿援助的瓦尼卡医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 我很高兴地看到 当前苏美兰疫情形势明显好转 相信通过我们团结合作一定能早日战胜疫情 我想现在呢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在中国遭受严重新冠疫情的时候 当时还是VHP党的主席的Sanduki阁下来到使馆 主动提出向中国提供抗疫物资 我们当时感到非常感动 当我们把这一消息送给北京的时候 北京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中联部感到也非常高兴 北京中国共产党 VHP党当时呢 是全球第一个以政党的名义 向中国捐资物资 之后中国共产党也头头暴力 他希望 Putnam 울世接触 相信在中国人之间感到失控重新冠疫情 我们提供认了一个助党 所以旦 Set digital要求 我们要规伙这类节奏 新农姚 Often跟中国打ана 這一切的分orth 我以为这些回到J Eduardo 为期感谢 ist中国共产党的击疫情 感谢山东级总统 明年是中苏建交四十五周年 对中苏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苏利兰是首批同新中国建交的加利部加勒比国家 与中国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我们的国家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看成大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 国家间友好合作和男男合作的典范 我们的关系与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尊重不同的区别 中苏两国是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是一个政治互信不断加强 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 各领域和务实合作成果丰盛 中方高度赞赏苏利兰政府重视对华关系 为中国公民和企业在苏利兰工作和生活提供良好环境 作为中国大使 我也鼓励中国企业来出投资新业 希望华南华桥作为桥梁和女带 为中苏友好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希望这次新的评论也会给予新的资金 互相对新的资金 最后我指此新春 指此新年到来之际 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祝愿中苏两国繁荣昌盛 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acht 迁迷云里婶陛 系列儿 fellow 绝对畛 慌朝奌 foot 开创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职业幸福年代 莫算到来之间 鼓励中国的 cause 庞然集合 新政府上台 五个月了 我们看到的旧政府留下来的那个烂摊子是怎么样子的 已经很多的说明给大家听了 我们当时面对巨大的困难 我们花了五个月让国家渐渐的恢复正常的轨道 我跟副总统布兰斯维克还有部长们 日夜奋斗不停 我们睡眠时间很少 但是我保证国家的问题不解决我不睡觉 在过去的五个月 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经稳定下来 现在已经有盈余 我们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目标 用诚实的政策 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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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省 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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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政策 但是我们也在国际上 我们正在处理那个财务的问题 我们有巨大的财务负担 很财务财 抑布兰海莫摩尔 抑布兰海莫拉的债务 有60多亿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成功地 跟债权人达成协议 去重组这些债债务 能够成功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 我们跟债权方可以谈判到三月份 我们要跟债权方谈判 如何让修理能社会可以承担得起这些债务 因为我们跟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在谈判 希望在4月19号能够达成协议 在技术层面 然后在1月份上去董事会 我们的技术团队正在努力地工作 争取明年1月份跟 IMF的董事会能达成协议 那会将会有一个重组计划 在那里面会给我们一笔的钱 我们正在努力 我们正在努力地找出货币 我们正在努力地找出货币 我们将会通过在明年和后年 要实施的计划 那些计划会通过 明年1月2月 就请工程师专家等等 跟政府一起商量我们将要实施的计划 那些项目 这有利于就业 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有利于进一步的稳定经济 稳定外汇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在短期内实现的事情 国家本来在低谷里面 我们慢慢地爬起来 一步一步地 慢慢地 我们有好的计划 我们也顾虑那些弱势群体 我们有扶贫的计划 让每个人生活在矛盾南都可以过得比较好 我要跟大家说 苏里南一定有好的未来 我们一起向着这个目标前进 这是我们作为新政府的向所有苏里南人承诺的 我向大家可以保障 在我的领导下 会把苏里南建设得非常好 我希望会吃干杯 我希望会吃干杯 与中国 与我们 和苏里南人 为何您有兴奋 在中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